台北市U-Bike单车租借服务推出5年来 累计使用人次突破1500万 人气行也成为应用程式开发者的发想题材 上网搜寻提供U-Bike查询服务的APP就有10多种 其中有支U-Bike让我骑APP 半年来接连获得经济部工业局和电信业者颁奖 肯定当中的设计创意 满足了使用者搜寻站点车辆和车位的核心需求 还把一只没人借的单车列为可能故障车 追加提醒功能 使用者可能在要去借车的时候 才发现车辆是故障的 我们去算出哪些车子可能是故障的 那我们就很贴心的去提醒使用者 那他不会到了那个站点之后才发现没有车可以借 这支APP的幕后开发团队 平均年龄不到30岁 公司成立两年多来 推出超过50支APP 每个月吸引约120万人使用 乘机亮眼 如何获得使用者青睐 产品定位很重要 我们其实都还蛮认同 就是APP事实上是要从自己的生活当中 为出发点去改善人们的生活 我们会去避开那些所谓的烟火型的商品 比方说像Draw Something 比方说像什么猜成语这种东西 就是他的使用其实很短 舍弃开发游戏类型APP 这个团队从日常生活去发想 专攻大众在十一住行娱乐上的需求 像是线上收看连续剧 听音乐 订火车票 对乐透彩 APP在从中导入广告 赚取收入 他们的产品常成为APP商店里的下载人气网 显示抓得住市场需求 去年9月经营团队更获得新台币1800万元资金 可以扩编成24人的小型公司 如果今天是当一名工程师的话 我可能每天就是很专业的 很专心的在把我城市想办法写到最好 对但是来创业这边我可以一直接触到很多新的东西 像是一间公司它是怎么去经营的 那除了自己在城市方面的专业之外 你跟其他部门的同事你要怎么去去co-work 你们要怎么去沟通 那你在对外面合作的partner的时候 有哪些东西要注意的 或者是会有很多的机会去跟不同行业的人进行交流 汪瑞婷在公司里带领技术研发 他比较到大公司上班 当科小螺丝生活确实稳定 不过创业带来更开阔的视野 担任营运总监的郑凯复 一年多前加入经营团队 当初则在出国念书和创业之间抉择 那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个点还是 就是要把自己推到这个场上面 真的去试试看 才知道自己是不是真的是一个好的创业者 否则你永远都在做准备的话 那其实你都不会知道说 永远都不会知道说 到底能不能够升任这样的一件事情 两人投入创业第一步就晋升管理阶层 盯着总监级的头衔 怎么管理和自己年纪相仿的员工 他们表示有时确实得翻书二捕 不过大方向不变 效法资讯科技业龙头 Google的目标导向和自主管理 公司要的目标是这个 那往下来看RD部门的目标 有RD部门的目标 那每个员工也会有自己 在这个期限内要完成的东西 那只要你能够做到这个东西 其实你不管是你要几点来乡下来 这些我们都不会去阴性规定 去让每个人设定自己的目标 然后我们去给予机会 那如果真的没有办法的话 那我们可能会再选择找新的人进来 毕竟APP市场竞争激烈 每天都有新品上架 公司从五个人的APP研发团队 发展成APP开发商 打出品牌只能算站稳脚步 他们表示未来预计 每年发行12到18支APP 瞄准全球华人市场 希望一步一脚印 更上一层楼 中央设计者肖柏阳 王一文 台北报道